今天开始 榴莲的价格会越来越低 品质会越来越高 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五 这里是西安宇瑞市场 今天市场在售榴莲总量新旧总共22贵 创下了自2023年开年以来到货量之最 价格比前一段时间有了明晴的降低 海运精致榴莲即将进入国内 国内的榴莲供货量会进一步加大 加之菲律宾鲜本 榴莲已经在本月首次进入国 越南鲜果榴莲入华量逐渐增多 作为全球榴莲消费第一大步 中国今年的榴莲市场 一定会血雨腥风狼言似起 作为消费者极有可能买到近十年以来 价格最低的精神榴莲 2023年也是三国榴莲同场在华井正名为年 一起来期待吧 关注我 持续为你带来榴莲市场第一手资讯 2023年5月10日 中国果批发市场 榴莲价格出现了统一的暴涨 但凡稍微有一点点知名度的榴莲品牌 每箱批发价格没有低于900块钱的 意味着美金的成本价格 已经达到了30块钱 尽管如此市场走货量依旧很快 背后是一个庞大的榴莲消费群体 榴莲价格为什么短时间内能如暴涨 根本原因还是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 国内榴莲需求量很大 而泰国产地的榴莲又很少 导致榴莲价格一路飙升 已经有同行预计5天之内 榴莲的批发价格即将突破每箱1000元 这将达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最高点 关注我持续为你带来榴莲市场第一手资讯 今天注定将被载入中国榴莲历史的史册 全中国所有的水果批发市场 榴莲价格出现了统一的暴涨 但凡稍微有一点点知名度的榴莲品牌 可以影响国内的榴莲价格吗 不可能 造成这次榴莲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还是泰国东部的榴莲产区即将结束啊 产量越来越少 而国内对于榴莲的需求并没有明显的降低 再有就是今年的榴莲质量 普遍比往年要好太多 回忆一下 无论你今年是在任何时代买了一个榴莲 品质是不是比往年要好很多 哪怕是路边的三轮车 这就导致了很多三四线城市 今年也开始流行吃榴莲 这件事对于所有的水果人来说 都有积极的意义 就是让更多的没有吃过榴莲的人 尝到了人生第一口榴莲 从而为以后的市场 培养了新的消费群体 这个意义远比榴莲短时间价格上涨 更值得所有水果人去思考 当面临当前榴莲市场价格不稳定 和不理想的情况时 我想鼓励所有从事榴莲产业的人不要放弃 尽管今年的价格波动较大 但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 今年 更多的人有机会品尝到人生中的第一口榴莲 这对于榴莲行业来说是一种进步和机遇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种市场情况也为未来培养了一个全新的消费群体 这些人的加入将为榴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和发展潜力 虽然短期内价格的翻倍可能更具吸引力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思考榴莲市场的长远发展和可持续性 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榴莲树生病和榴莲水果变质等问题 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榴莲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通过更深入的了解和讨论 我们可以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策略 期待在下一期与大家再次见面 无论当前市场状况如何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努力和创新 榴莲产业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力 让我们共同思考 为榴莲行业的未来发展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记得关注再走哦